哎呀 兄弟们 我现在从拉萨到成都了 然后我明天是要去广州 哇 现在跑步的感觉太爽了 因为拉萨是高原嘛 一下子来到成都的话 哇 这个空气感觉特别的清新 但是因为我订机票的话 哎呀 我订错了 没看 我订成的那个翔鹏航空 原来我从来不做这家航空公司的 因为这家航空公司就是它便宜 也便宜不了几块钱 然后它还没有拖运行李的 还要自己买 然后买了一个拖运行李买了150 也就算了啊 然后还延误了一个多小时 导致现在到成都的时间是10点半 最过分的是我的手机也被弄着没有电了 因为没有电的话我做机场搭吧 付款这些都没有办法 哎呀 先不管了 先去把拖运行李拿一下吧 而且这个翔鹏航空坐了差不多快两个半小时 连一杯水都不给你喝 那些他们里面的服务员啊 还在里面卖东西 这个成都的天府机场啊 离市区特别的远 哎呀 从这里要坐大巴车进去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烦死了 然后明天下午7点去广州的航班 哎呀 好了 不抱怨了 我的行李也到了啊 本来不想可以不拖运的 省那100多 但是因为我的洗发水比较不好买啊 是凡拖洗发水啊 舍不得 舍不得扔 因为过检查的时候肯定要被扔掉的 因为它比较大啊 哎 出去看看借一个充电宝之类的 因为共享充电宝的话我刷不了手机没电了啊 看看找个人借一下充个电 不然的话做大巴车扫码支付都不行 又没有现金 刚上了一个厕所啊 好像感觉这里都没有能扫充电宝 你想找一个人帮我扫一下都行啊 哎 你好 那个我手机没有电了 那个想找人帮我就是扫一个充电宝 方不方便 方便 这是 这是 这我也没啥看到哎 对 我也找了方便 好像在这里也没有充电的 因为这是到达 出发的话 会有一些地方有的 对 我是一个自媒体的 做一个记录 因为我现在落地这边想去城里做大巴车 对 准备出国 去哪里啊 准备去俄罗斯 中转一下成都 然后现在手机又没有电了 然后就是连扫码都扫不了 我们往前走一走 如果有的话我帮你扫一个喽 好好好 行 真是太感谢你了 没有 哎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是从湖南 我是从湖南 你从湖南 对 嗯 你就在全都工作 还是家在这边 我没有 我家离这边还有点远 我是要去成都找朋友 刚到啊 对 刚到 然后这边真的 机场里面没有充电宝啊 很奇怪 但是没有看到 因为我也偶尔进去来 你也要去这边充气了 好好好 你很少来这个机场 我第二次来 今天就不卡不好 没有手机没电了 然后充电宝也没有 也没有装这一次出来 真的是有点尴尬 我车上有要不要充一下吗 那你方不方便啊 没什么不方便 我出去之前我自己开车来的 然后车停到那个车库的 因为我出车一天 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就去车上充一下 就充了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就可以了 就能够让我去扫一个支付吧 可以 哇 这个机场的停车场 像迷宫一样的 给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 我放 好吧 我还是安卓 那个苹果 苹果 苹果 这个线也可以 这个吧 好好好 先穿吧 好的 非常感谢 哎呀 美女太感谢了 充上电了手机 哪有 你去春西路 对 我去那个春西路 十年背包 一家那个青年旅社 我一般都是重游嘛 都是住青年旅社 我没听过 但是我也去那边 你也去 我有朋友在那边住 嗯 要不你搭我春风车 我也去那边 然后你就懒得打车了 那你方便吗 我方便 不然春西路也不是很搭 那太感谢你了 那你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 要不然我搭你春风车 我请你吃宵夜吧 怎么样 大佬再说吧 嗯 那那个怎么称呼你 我姓周 你姓周 你姓周 对啊 怎么 我也姓周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叫老周 那叫我小周 哇 这么有缘 居然遇到家门了 你是哪里的 我是云南人 云南 对对对 云贵一家人嘛 嗯对 你就是四川人 对我四川的 哎呀真的是没有想到 哎呀太太感谢了 哎 云云 我之前去外地的时候也是 也是那个会遇到一些 有好心的吧 可能是 嗯 我上次去湖南也是遇到一对夫妇 人家也是免费载我 哇 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给我的很多美好 所以我也变得热心了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 因为这种这种事情 一个女孩子啊 给一个陌生男的搭这个车啊 多少还是会有点危险的 还好我主要是看你背包 因为我以前也有就是做过一小 一小段时间的背包课吧 哇你也做过背包课 对我比较好走 但是走的国家不多 我去了那个印度尼西亚 然后看那个蓝色火焰 就是那边不是火山比较多吗 对啊 然后我就去了一趟那边 我一直也是想去还没去呢 看他们的照片视频拍的特别的好 我是准备从俄罗斯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去一趟那个印度尼西亚 然后再去那个澳大利亚 还有周边有一个国家 有一个什么十人租部落去探访一下 那你是一直走啊 差不多吧 我感觉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 没有什么归宿 感觉就一直都停不下来 我也不知道我的终点在哪里 挺好的 终点就是在路上 有句话叫走世界观自己嘛 挺好的 哇想不到你这个女司机开车挺稳的啊 小周 我以前蛮喜欢开车的 因为那时候刚开完驾照 然后就喜欢车开车嘛 就独想开 然后后来就开车在周边啊 到处旅游啊 然后包括去穿上线啊 穿上线我去了两趟 你开车去穿上线 对 我的天啊 而且我当时开的第一辆车是开的那个大众的一款 也是旅行车吧 而且还在那个藏区就挂在那里了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搞什么千斤顶啊 那些什么呢 搞下来的 我的天啊 我第一次听说喜欢开车的女孩子呢 不是不喜欢开 我开车还行 我感觉好多人都开不过我 因为像我就会经常一个人 开个千把公里或者千多公里 我曾经有一次 就从我们四川出发到贵州 然后湖南 然后广西 还有哪个地方我跨了五个省 跨五个省 对 就一个一个礼拜之内 你一个人还是和朋友 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 对 这个旅途挺有意义的 就是感觉很辛苦 还好 我是属于那种自嗨型的 可能我们四川女孩的性格都有点 有点大大咧咧 我原来买车的时候 我当时买了一辆那个武林风光啊 本来是我是想那个买来 对 买行车去自驾的 结果 结果没有自驾程 啥 因为有懒儿 我就我就累 我随便开几百公里 我觉得就很累 所以我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自驾 就一直就坚持还是徒步背包客这种旅行 所以我的车也白买了 真的是很可惜 像徒步 我以前也是 我为了去就是去为了去看那个火山 你知道吗 就是从凌晨一点嘛 然后那个也是领队 他把我们带上去 然后我们就爬那个山 我边爬边哭 因为又很寒冷 那时候我没什么经验 然后又没穿长裤啊那些 我穿着拳 然后我爬了十个小时上下 真的是人都走哭 但是我都坚持下来了 我属于是那种 我只要热爱一件事情 我就给他干到底的那种 哇 你这个挺了不起的嘛 我属于旅汉的类型嘛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做销售 卖什么的 一些保健产品吧 回头我们加一个微信 说不定万一有我需要的 我照顾一下你的生意吧 保健品尽量就不需要吧 希望你身体健康 需要的吧 你这个人三十岁以后 我感觉都还挺需要的 啊三十岁以后就挺需要吗 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都没感觉很需要 要养生啊 身体健康永远都是第一位 对这倒是 哎你的车油怎么样 我给你加点油 我坐你车 我感觉挺不好意思 我比较满 我出门的时候 我是加满 然后放在机场 然后我本来也就出去了 一天我回来的 哇真是不知不觉 聊着天就到 就进城了啊 嘿嘿嘿 我的印象是这个 天府机场离城区 特别特别的远 还好啊 几十公里 他现在这些路都比较 四通八达的 都比较快 我就住在这边附近了 那个 我先靠个车 在主城区还没有 等一下 在附近这里 带你去吃点东西啊 今天我也没吃饭 那你也没吃 那你送我过来 这个十二点了 还有点饿了 对对对 随便吃一点 你喝不喝酒 我不喝酒 我也不喝 那你问我 因为我怕你喝的话 你要说你喝酒的话 我就有点着急 我开车呀 对对对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你想吃点烧烤还是想吃火锅 还是想吃创肠 我们吃点清淡的吧 感觉今天好干啊 我也是胃不好 我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胃不好 但是一般女孩子她都爱吃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爱吃 我也是迁就你的 哈哈 清淡一点 好我们去找找清淡的 大半夜的也没啥吃的 就整两碗面打发一下了啊 那我们把微信加上吧 哦 找到了 找到了 小可爱 哇 你这个你这个名字取得挺有意思的 一直是这个网名 没改过 哎小招 我问一下就是 我明天呢不就也延误了 要到明天晚上十点了 嗯 所以想打发一下时间的话 你知道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哎 你喜欢玩什么呢 我喜欢玩我没玩过的 哈哈 我听说那个成都这边那个密室逃多 挺好玩的 做的 密室啊 啊 你没玩过 嗯 但是我一个人又玩不了 需要有一个人配合 你明天有没有事 我 没啥大事 没啥大事 那你几点钟起床 我有点晚 我十二点左右 啊没事没事 那就反正 我们就一点钟左右约嘛 我研究一下啊 啊 陪我去冒一下险 烫一下 也行吧 嗯 好 太感谢你了 今天又搭你顺风车 明天又陪我玩的啊 明天好好请你吃个大 来到四川都是客 明天好好请你吃个大餐 明天我们去吃创创 成都的创创好吃 你能吃辣吗 我们吃不辣的就行那样 嗯 来到四川不辣的可能有点 有点不现实啊 啊现实 还不是照样有这么多人不能吃辣 嗯 行那明天再说吧 再联系 我东西这些都拿齐了 啊 那你回去慢一点啊 你也是我就不送你了哈 好的好不用送我了 我走过去两分钟就到了 好拜拜 那我们明天见啊 好拜拜 拜拜 好 起床发信息啊 好 拜拜 拜拜 哇兄弟们现在都已经凌晨一点了啊 今天多可遇到这个四川妹子小周啊